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意想世界 我们这个小时来跟我们大家来聊聊一个 这个在心理跟生理上的一种自然医学的一个观念 大家应该有听过情绪排毒 这些年来台湾的自然医学的发展 其实是非常的蓬勃的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有负面情绪 他自然就会这个产生很多生理跟心理的反应 甚至会生病 有很多病因为情绪处理完以后就不要而育 你可能就医院检查半天都查不出个所有人 但是透过情绪排毒的方法可以把它给治愈好 我们今天这个小时要请到来自于 加拿大的自然医学博士王永宪王博士 他就在这方面 今天我们可以教导大家一个很简单的 可以自我DIY的几种方式 还有一些专业的方式跟大家做介绍 来王博士你好 一帆大哥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永宪 是是是是 这个王永宪博士呢 我刚刚在节目前呢 我就跟他这个聊了一段时间 我们才开始做这个节目 是因为我也多年来对于情绪 或者是这些所谓自然医学 我有些很多朋友我们都是在做一些的这个体验跟研究 那么我们会发现呢 其实很多负面的能量在我们身体里面 包括负面思想的人 像我身边就有些人 他们就是什么事情会想想就觉得凡事都想不好的 对这种人超多的 超多的对不对 那我们这种人就是凡事都先想好的 所以要因为我的工作是要 你知道我们做创意的人 你一定要激发别人对这件事的兴趣 欲望 对 幻想 对不对 对不对 很重要 很重要吧 对对对 我要在你的大脑里建构一个东西出来 你就觉得明天真美好 对 是不是 对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你像大部分我们在想的负面东西 其实也是指大脑建构出来的东西而已 都是建大脑建构出来的东西 还没有发生 你就自己在那边下半老半天 对这就庸人自扰很多 我最近这几天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王博士最常问你说 那如果那个人不同意怎么办 如果万一那个事情发生那样子怎么办 我最常被问到这个事情 那我通常回答的方法就是 他不同意 那去问问看 问了就知道他同不同意 对呀 就问就好了 开口不会啊 真的真的 他不好意思问 你就自己损失嘛 这样没有多痛苦啊 他被拒绝呢 被拒绝就被拒绝 就被拒绝了嘛 对呀 起码知道被拒绝了 对呀 那万一他 呃 这个事情他有这个别的想法怎么办 我说那就问他什么想法了 真的 对呀 就这样子啊 就多简单啊 人生这样 是不是 对呀 好 如果人生像我这样就 大概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的烦恼 对 对 是不是好 来 我们今天跟那个王博士呢 他来教导我们 呃 一个人说情绪排毒 对不对 当然情绪有分成好几种等级嘛 嗯 什么状况之下发觉 哎 你需要 有处置了 嗯 好 其实我们这样 可以说减肥对不对 这知道BMI多少了 对不对 对对 或者体重对 就总有个指数嘛 对不对 那情绪有没有这个方面的 那其实 其实当然我们在生理上是有一些比较检测的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瞳孔的那个大小是比较医学上的做法 瞳孔大小 对对对 哦 就是没有就是说因为瞳孔的大小关乎他比如你用你用你用你可以用用自己照镜子 旁边用一个手电筒 嗯 照一下然后看一下瞳孔缩放的程度 正常人遇到光的时候在 他会缩啊 他会缩嘛对不对 可是当你的说的速度很慢 或是看不会说的是不会说的 但很明显的时候 那你的压力就很大 压力就很大 对 哦 用瞳孔的方法来看 可是那是一个比较我们讲比较复杂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讲正常来讲 其实你有压力自己就知道嘛 嗯 就大概我们讲第一个是你自己想到这个东西就不舒服 有没有 那个矮油或者是一个对 不OK状况 其实其实这种 我有听过一个三岁小孩跟我讲 那个我压力好大 哈哈哈哈 他的压力大什么 因为他压力好大 妈妈都一直这样子要管他 压力很大 然后就要家庭念什么念什么压力很大 我们离三岁太远了 三岁 对好 那还有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辨别 有的人觉得说 我没有啊 我没有压力什么压力啊 可他身体已经出现一些状况了 对 其实身体我们讲 在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 因为我之前我们讲 在自然医学的领域里面 我之前在就是我们讲 很直接在处理病人身体上的问题 可是我后来发现到处理到一个点 他就完全不会再进步了 对那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那后来我就发现到 他是跟情绪有关联性的 比如说在中医上我们讲 我们这东西比较 大家可能用中医的会比较清楚一下 就是说我们讲肝 有没有讲到肝火旺盛的话是什么 这容易脾气不好生气 对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肝火旺 就会跟你的脾气有关 对那比如说 大概是容易担心的话 或者是一些像这东西都是有观点 比如说那我们讲最明显的事情是 肾脏好了 肾脏他在中医上讲的是恐惧的情绪 真的是恐惧 真的是恐惧 所以你可以看说老人家有没有 老人家他最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从脚 双脚无力 对不对 就是如果是人老脚先摔 对所以从脚我们可以看到双腿无力 膝盖酸痛 腰酸背痛 睡不好 然后耳朵什么听不清楚 这个全部你可以发现 它是从圣经走上来的 OK 全部是圣经有关的东西 所以老人家会有没有恐惧什么 或者是担心什么东西 有没有 就第一个我们讲可能担心自己要死 或者是 或者是接下来你要担心说什么 恐惧 我小孩子还没有生小孩怎么办 我还没有娶怎么办 然后等小孩生小孩 我的孙子还没娶怎么办 就是一连串这种 有没有脑袋自己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老子 对对对 那所以他就一直连串 但我们讲也不排除说身体上本身 那个肾气的消耗 因为年纪大 肾气他就会消耗的比较快等等 但这些东西我们讲身体跟心理的总和 就会造成说身体上的这些症状的出现 明白 对那对我来说 我后来发现到 当我可以去 有办法去处理到这个个案 他的情绪的时候 他身体这些不舒服的这种东西 他就会进步了 对就变得更好了 所以这样原来 原来情绪 他是掌握了很多身体上这个健康的关键 其实并不是你这个 一定要说什么吃东西吃坏了 神病了 或者是什么 但是情绪的压力 其实会造成你很多生理性向的反应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那情绪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去处理它 有好多种处理方式 是的 好吧 我们今天请自然医学的博士 王博士来跟我们介绍 现在有的一些方法 待会见 欢迎你回到范瑞吉的异想世界 不开心 当然会生病 心病 心病难医 对不对 其实是有东西可以医的 也可以有东西可以医的 而且情绪在内在当中 没有释放出来 压抑 对 很多事情最后转成疾病 然后你仔细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只一表面上的 有的人胃痛 对 拉肚子 身上长东西 其实都是跟情绪有关 甚至头痛 失眠 抑郁 什么东西都跟情绪有关 所以我们今天 特别来跟大家说 怎么样做情绪的排毒 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的来宾 是加拿大 来自于加拿大的自然医学博士 王永贤 王博士 好 我们来讲 这个博士我们讲说 过去来讲很出名的一个 就叫花精疗 是 好 来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花精疗 它不是精油 对不对 对 它完全不是精油 OK 但是它的过程是比较偏向说 是你要把它那个花的花瓣 然后放到酒精里萃取 然后在太阳再晒几天等等 比较复杂的步骤 然后之后再萃取 那个东西就叫花精 对 是用那个东西 然后它可以针对人的情绪 做我们讲能量上 它可以做一个中和 对 就比如说你有一个负面情绪 那我用一个特定的花精下去 比如说像 樱桃里 Cherry Prone的话 它是针对 害怕失去控制 跟脊椎紧奔 跟颤抖等等 这样的情绪 它就可以用Cherry Prone 这个东西来做处理 能量上跟它做中和 那我们这个负面情绪 就会被消失掉 花精就把它点到 它可以放在舌下 或者是滴在水里面 或者是可以把它放在 中医的身 我们讲身体上神门穴 在手腕 手腕的地方 对 这个都是它会很有帮助的 你们做自然医学的人 大概这一方面都要研究 是的 是不是 对 对不对 你第一次接到花精的时候 你会说 哇好神奇 好神奇 那花精是一个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你在医学院的时候 学到这个东西 就觉得那种心态是想说 屁啦 哪有这种东西 对 心态上刚开始 对 没有说 我会觉得说 这情绪哪有 哪有东西是可以处理情绪的 对 这么具象 对不对 就完全不相信 而且 当然是要经过打坐 禅修啦 什么这种 或者是什么东西 对 对 对 什么持咒啦 念经啊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对 或者冥想才有办法 像这样 那时候来个店 一个东西 就出 对 但是它就用起来 是效果真的蛮好的 因为像我之前 在国外的时候 一个病人 他就是 他有那个 之前怀孕的时候 然后他有流产过 所以他就开始会 然后流产 然后在那个 还没有流产之前 还有一些 反正就是 反正是他 女生东西我比较不熟 没有太记得 不过就是一些 不舒服的症状 然后他就很害怕 他下一胎再怀孕 然后而且更怕 他会再流产掉 那种心理上的创伤 所以就帮他做一些 花镜上的这个组合 通常我大概开 大概再开个七种左右 因为太多也是太复杂 那他后来他变成说 他后来是怀孕了以后 他就有点像 他很害怕在流产或者是一些不熟 他就想到那种 已经紧张到 我想直接把他拿掉的那种 对 干脆拿掉了 不要面对 对不要面对这样就好了 那我想说就试试看 我就给他开七个花镜串 然后在两个星期 他就说没事OK的 然后后来这个就生下来了 而且他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跟我回报是 因为他这是第二胎 他第一胎OK 然后中间有一个是流掉的 然后他跟我讲说 这个用花镜调好情绪 在生出来的小孩子鼻涕太好 带很多 对 所以这个 果然是能量的调整 对 OK 对 这个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因为花镜其实在 台湾有很多的 这个研究的人 那也很普遍 是 对不对 好 来我们讲到花镜的 这个这个的疗法 那那个 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种 其他的部分的 的东西 特别是有一种叫做 叫做同 同类疗法 同类疗法 对 同类疗法 大家可能比较不会 比较不熟悉 来来 王博士帮我们介绍 什么叫做同类字迹疗法 同类字迹疗法 他基本上他可以讲 他其实另外一个台湾的名字 比较叫做 叫做顺势疗法 顺势疗法 可能他就可能会比较听到 但是我认为同类疗法 是比较正统的 比较正统的名字 对 那同类疗法 他基本上 他就有点像说是 他是像如果要解释的话 大家比较可能 用以毒攻毒的概念 会比较 以毒攻毒 可能 但是他其实不是 他是比如说 我今天假设好了 你今天失眠 对不对 喝咖啡会失眠的话 那么 我今天的做法就是 我把咖啡 滴到水里面 一滴一滴咖啡 然后滴到水里面去 然后摇晃一百次以后 我再把那一滴 再重复 再稀释到另外一个一百 这样重复稀释过几次以后 你会发现说 这个水里面 已经没有咖啡的 那个分子了 但是咖啡的能量 是被记忆在里面的 然后到时候 我再喝这个 已经被稀释掉的 这咖啡的能量的水 我就他能量 就反而可以过来 综合物质上的 失眠这个症状 听起来有点生 对 所以就是我想 他用以毒攻毒的概念 大家比较清楚 可是他其实 他是已经被稀释震荡 发明的人 这个人是外星人吗 他是德国人 好厉害 对不对 还有人说治疗过敏 对 也都是用同样的做法 就是说 有点像说 就是比如说 他是类似说 同样的症状的话 他就用 为什么叫同类似 同样的症状 就我刚刚举的例 就咖啡 咖啡会让你失眠 所以 那我就用咖啡来喂你 我就用同样的症状 但是我把能量稀释震荡以后 他就可以反过来 帮助你 帮助你 对 睡眠 对 他就相反的东西 就是如果做一个人 对花粉过敏的话 其实拿花粉 反而用花粉 然后稀释震荡完的时候 他是可以 重新回去把你给治疗 对 理论上是这样子 那他也可以治疗负面情绪 对 可以 比如说 比如说 没有就是他 因为在同类疗法里面 他是分他会比较细一点 他不会只针对情绪上来做出 他会说他还是要match到说 因为他我们讲 在自然医学 我们很注重身心灵的平衡 OK 所以比如说 今天一个个案来的话 那我们需要看说 你这个人的一些症状上先了解 然后再问一下你身体 这个症状以后 然后再看你的情绪上的反应 是什么等等 那甚至有些派别会在看说 他会在分说 我们会从你的 因为我们可以从 他基本从大自然的产物 所以我们要从 动物啦 植物啦 矿物这三种东西上去取到 这个的能量来把息事震荡 在台湾这方面的人比较少 比较少 因为他东西我讲取得 取得比较难 是 同类疗法制剂 他取得比较难 而且他 我们讲到 我们刚刚是把他很简化的说 我用咖啡 然后用咖啡来吃 对对 但其实他很多东西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东西 对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我找一下书上的 好来 我们休息一下 好不好 欢迎你回到 范瑞姐的意想世界 我们今天和加拿大自然医学博士 王永仙 王博士一起来聊到 所谓的情绪排毒 那我们刚刚聊到同类疗法 对不对 就是一个人 如果有一些负面能量的情绪 他可以透过 他可能对某一些东西 本来可能有些不同的这种状态下 他用同类疗法的方法来做 来你举个例子 好 比如说 他在同类疗法 我们比较常用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很大 很大宗 很大宗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是深 英文是 Arsenicum 这个东西 Arsenicum album 这个东西 深的字迹 那这样的人经常他会焦虑引发 忧郁的症状 然后这种尤其是他其实另外就是完美主义者 我就是我经常看到是完美主义者 然后觉得就很高傲的那一种人 尤其是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可是通常你会知道说这样的人 他背后是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才需要去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那是拼出来的东西 那是假象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任何拼出来的人里面 他背后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存在的 然后他因为 所以因为这样子 他容易形成不宁焦虑 然后有恐惧症等等都会有 然后甚至就是因为这样的 你也知道这样的人很容易生气 然后就成一个自大狂妄 他还可以像表面上自大狂妄 可是内在是一个很脆弱的 是 的这样的人 这种像这种人的话 就给他吃生 给他吃生 不是啊 吃生的治疾 不能吃生 吃生的治疾 对 他并不是吃生 对 他是吃生的治疾 治疾对 然后就通常就是吃下去 然后我们看看他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用吃的 没有对啊 就是糖球 它是一个糖球 它就是把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 吸食震荡后的能量 那个水 然后就把它滴在糖球上面 那他的治疾 就是一颗一颗的糖球 或当然也是有那个 酒精的治疾 都是有的 两种不同的状态 就在一个糖球上面 对 他就吃一个糖 对 吃一个糖 然后就 就看看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你都干过 对都干过 那小朋友的话就很 他们会喜欢这个 喜欢这个 对对 吃个糖 然后就治好病这样 这个听起来不错 在国外他们就还蛮喜欢这样 蛮喜欢 这个听起来小孩子很喜欢 对 妈妈带你去吃糖 对 对对 小孩子如果说这个什么 常常小孩子会自己 这个比较负面 齐聚比较多的 但你去吃个糖 对 这个听起来还不错 对 不过没有 糖球很小颗 所以小朋友可能不会满足 多吃两颗 也是可以 没关系 他就负的 对对对 吃完这个小糖 再吃这个大颗的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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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吃完以后 他是因为那个 吃糖吃得很愉悦 对 心情就变了 听说A型血型的人的体质 吃了糖 甜食之后 会心情愉悦 对对 就大部分人都会 可是在国外 其实国外 其实我们 我们会蛮建议说 不要给小朋友吃太多的糖 当然 对 吃太嗨 晚上会睡不着 是吧 对对 那这个王博士呢 其实刚刚讲什么花精 什么这些同类 种类的疗法 是 同类治疾的疗法 这些东西 都是要一些工具 对 对不对 他呢 还有一些 有没有一些方法 是完全我用 不用工具 我就可以做到 有有有 我个人最喜欢的的一个方法叫EFT情绪释放技巧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 EFT 对 EFT 不是ETF 是EFT ETF 对 EFT 情绪释放的一个技巧 对 你用这个方法有治过人吗 嗯 就是 比较偏向是处于情绪上的问题 但是我们讲 对我来说是 就我们 我们在一开始提到 如果当你有一个身体上的问题的话 通常他是会有一个情绪在的 所以 我们透过情绪的释放 做完的时候 通常 他身体这个症状会得到舒缓 嗯 我们的做法 逻辑上是这样 自己也可以做吗 当然全部可以自己做 这 王莫书有一本书叫 不开心 当然会生病 是 那这书上有详细记载 做的方法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是广播 没办法给大家看到 但是你可以大概形容一下 好 我们就简单 我们用简短的方法 书上有比较详细的做法 那我们就简单的 就一个简短版给大家 我就是说 他就很简单 就是说 他透过 我们刚刚讲到 任何的情绪 他都是跟我们讲 都是会有一个 我们跟中医这个东西 穴位是有关系的 是 对 所以我们先不管穴位是什么 就很简单 我们就把它非常简化给大家 然后大家都不用烦恼 这样就很简单 因为没有必要说 为了要解决情绪 又把自己搞得更困扰 所以大家放轻松 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给大家 所以第一个就是用两根手指头 轻轻敲你的硬膛 硬膛 两个眉毛中间那个地方 就用两个手指头敲 对 轻轻的敲 我们先把动作讲完 他第一个敲 轻轻敲你的眉毛中间 再次敲眼睛的旁边 右眼左眼没关系 无所谓 对 两边都无所谓 就靠近太阳穴跟眼睛中间 这个地方 太阳穴跟眼睛中间 这要敲 然后再次敲眼睛的下面 就是敲你的这个 插这个腮红的地方 对 就眼睛的正下面 对 再上来一点点 对 眼睛上 对 上来一点点 然后再可以敲人中的地方 人中敲一敲 对 然后再次嘴唇下面 嘴唇下面 对 然后这是锁骨 就是下巴的地方 对 没有 不是下巴 是嘴唇下面 对 嘴唇正下方 对 对 正下方敲一敲 然后再次锁骨的地方 锁骨下面 锁骨下面 对 锁骨下面敲一敲 然后再可以 腋下再敲一敲 腋下再敲一敲 然后再做头顶敲一敲 头顶的正上方 对 基本上是这几个动作 所以它就很简单 眼睛中间 眼睛旁边眼睛 下面鼻子 下面嘴巴 下面手骨 下面一下跟头顶 对 敲 就敲 就敲 轻轻敲几下就好 那么动作是这样子 那 你目前这个负面的情绪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件事情 让我心情不好 比如说早上出门 我没有吃到荷包蛋 那种生 有人 你知道有人会 会这样就生气 对 今天为了要吃什么 没吃到 对 我举例就举例 对 荷刀 荷刀被卖完了 没吃到很生气 所以今天上班 就一整个一肚子气 对 好 所以我就专注在 我没有吃到荷包蛋 这种很不爽 很不舒服的感觉 先专注 可以打个分数 0到10分 打个分数给自己 好 看这件事情 让我有多么不舒服 或多么生气 举例可能是8分好的 好 那么我就照 我就 我专注在这个很生气的东西 那么我一边敲 从开始 第一个开始敲我的印堂 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可以专注在很生气 嘴巴也可以讲 我气死了 早上没有吃到 荷包蛋 没有吃到 对 然后再来是眼睛旁边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然后可以讲脏 今天 你如果需要发泄 讲脏话什么都没有关系 反正也只有你自己听到 对 然后再敲眼睛下面 然后就每一个敲的时候 都专注在这个 就可以讲气死我了 很生气 然后 然后 到时候补下面 一下头顶 敲完了以后 然后自己做个深呼吸以后 然后 吐个气 然后再帮自己看看 刚刚18分的情绪 现在是几分 那通常他会 就释放掉了 那就释放 通常分数会降低 那么理想的情况下 是我们把它 重复做到 这个分数是零分为止 那么就 可以一直做到零分了 可以重复做 对 那通常这种小事 大概三四次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 那就恢复到完整 你也可以帮自己的小孩做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还有别的技巧 来 知道了 欢迎你回到 范瑞姐一小世界 把自己的 从印堂敲一敲 脸上敲一敲 手舞敲一敲 就可以把一些 负面情绪给敲掉 是的 这是今天我们的这个 特别来宾来自于 加拿大的 自然医学博士 王永贤 王博士来跟我们讲的 他的出一本书叫做 不开心 当然会生病里面 有记载这个方法 这是有学理根据的吗 有啊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中医上的 这个学理根据 然后跟实际上的 印证也很多 敲一敲就可以了 对 那如果说 妈妈有时候看到小孩子 有时候闹脾气 在那边气 他可以把他抓过来 然后敲一敲 可以敲小孩子 但是通常 我的经验中是 小朋友的问题 通常比较多是 父母的问题 所以 所以说 比如说小朋友 在生气的 或在发脾气的时候 其实父母自己处理一下 自己针对这个东西 小朋友让 现在在生气 让我觉得很烦躁 当他处理掉 自己的烦躁的时候 小朋友反而就会变好了 因为你要抓住 在生气中 小朋友敲不太容易 所以回到自己身上去 处理会效果比较好 这样子听起来 可以作为一个 亲子互动的东西 对不对 在安静的时候 或是什么的时候 把它找来 把一些什么东西 今天什么事情 有点不开心的 我们来把它处理掉 对 敲敲看 这样子 就像敲敲就 通通飞走了 这个还蛮不错 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 来看看这里面的 这些细节方法 我们今天广播的关系 没办法这么介绍 细节 好 再来 还听说你还有一种方法 是可以把一些 负面的记忆给消除掉 对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对 真的吗 你很简单就是随便一只手先放在你的额头 随便一只手放在额头上 比如说左手放额头 那么右手就空 就好像在测量自己额头有没有发烧 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左手放在额头的话 右手就放在你的后脑勺 后脑勺是靠近颈椎的地方 左右边都无所谓 你想换右手在额头 或左手在那个 都可以 都可以 都无所谓 好 动作就很简单 是这样子 那么下一步就是 如果这个技巧适合用在一个 你有一个重大创伤 好 那在国外的话 因为国外女生被性侵的比较频繁的话 这个技巧在这个东西是相对好用的 是哦 他可以把性侵的记忆清楚 对对对 所以就基本上就是我任何一个记忆 我们不要讲性侵 任何一个 不好的记忆 不好任何不好的记忆 你就做好这个动作 然后把它当成电影一样 重新再回想一下 哦 再回想一下 那虽然我知道说 回想这件事情 大家未必会感到愉悦 愉悦 但是这个技巧 你就相信 你就当作是 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 会要想到这件事情 把它播放一次以后 那最多不要超过15分钟 因为那个会太累 会太消耗你的能量 所以最多不要超过15分钟 然后你做完了以后 再想一想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他记忆就 模糊掉了 就很起码 他就模糊掉了 就逐渐 那你如果觉得不够 可以再重复做一两次 但是基本上 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 所以他在国外的话 这个技巧 他有特别注明说 如果我是真的是因为性侵 或者是任何事情 我需要上法庭作证的话 请不要在上法院之前 做这个练习 不然你会无法作证 你会忘记 对会忘记这个东西的细节 对就无法作证 这么神奇 对对 这个还蛮有趣的 只要左右手放在前后脑 这样就可以了 额头加后脑 对 就可以处理掉 对 心里面让他走一次 对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对 哇 听起来 这个 大家觉得真的是 这也是有学历根据的 这个有 但是这个我没有背起来 他在TFT的官方网站上面 是可以找到的 所以你们以前在念医学博士 自然学博士 在念的时候就念这些东西 没有 这个是我后来自己的兴趣 因为他学校 学校会教你很多东西 但是他是比较偏向说 教学校教我们 是让我们去考证照的 考那个 那意识执照的东西 但是你个人的兴趣发展 这个就是 所以人家有人跑来找你求救 说王博士我失恋了 那个渣男骗了我 对 人才两师 你就跟他讲 来你把前后放那边 把那跟渣男相处的日子 那这也是一种做法 但是通常我会比较看说 那会比较说 好 那你其实你真的想要的是什么 没有 通常会先问一下 因为通常 但如果说你只想忘记的话 有时候想我要报仇 干嘛 对 所以这个完全是看个案 他想要什么 那我们可能会比较 因为很多 我认为很多的治疗师 都会主观的帮个案决定 我要帮你怎么做 我要帮你怎么处理 但是我通常我觉得没有 你怎么照这样做 对他来讲是最好的 所以通常会跟个案聊说 你希望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再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会比较好一点 OK 了解 好 来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还有一个是更厉害的方法 叫做量子转化法 那待会见 我们来公布这个方式 好 欢迎你回到 范儿姐的意想世界 我想情绪这件事情 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都想要把它抛出脑后 对不对 是的 我们都想把它忘掉 偏偏忘不掉 忘不掉那个讨厌的记忆 然后他就一直缠着你 也许那个加害于你的人 或者造制造这个不愉快记忆的人 早就忘光光了 但你还在那个地方 掉在那个里面 缠绕在你身上 对 我们刚刚今天请到 王永宪博士 他帮我们介绍了一些方法 包括敲打 是 在额头 在脸上敲打 一些特定的部位 还有包括放前后手 放在这上面 还有可能是有一些是花精 或者是同微致记 对不对 这些方法 那这些方法 其实在自然医学界 其实都存在了很多人 使用这些方法来做 是的 请大家不要怀疑 它是专业的做法 因为这东西经过很多研究 这并不是怪力乱神 完全不是 接下来跟各位介绍 这个方法 是王博士今天跟大家说 他叫做量子转化法 是的 你有什么叫做量子转化 因为这是 因为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到 情绪跟这个身体上 这样的关联 有没有 他其实我们讲 这个我们不得不就讲到 吸引力法则 就很简单 当我今天专注在 不好的事情上面 我们是就很容易吸引到 不好的事情过来 同样 所以包括身体上的 这些症状也是一样的 那后来我就想到说 如果EFT可以做 情绪的释放 那么我在释放完 我发现 很多个案情绪释放完 针对事情释放完 他就会反过得到 他所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就发现说 那我们就把EFT 拿来当做一个 心想事成的一种做法 OK 那后来我发现说 可是有些人 他还是会遇到一些 有没有 遇到一些东西 他能量上的障碍太大 比如说他很痛恨这件事情 或痛恨这个人 就比如说 我今天小时候 因为我没有钱 所以我现在很痛恨钱 情绪上 我们在潜医师会有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导致 他是没办法拥有钱的 因为他想到钱 就是不开心 所以潜医师会觉得 不要给你钱比较好 因为有钱你是不开心 小钱就不开心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 释放掉的话 我发现EFT是基本上 没办法把这么大的量 有时候东西太严重 对你可能要花一辈子 都清不完的那种东西 怎么办 怎么办 对那后来就发现到 我们可以用一种意识 这我自己发明的 用意识的做法去 帮助你可以一次大量的 把这个情绪 把这个负面的量就释放掉 对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印证过 就是说他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就是 而且他可以远距 就是完全 我可以完全不用任何的工具 然后任何随时随 都可以帮个案 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所以我才把它 冠上一个量子的名字 OK 因为在 其实在量子的研究里面 量子是可以无远佛界 是的 他可以穿越时空 这个部分 可以做远距 对 的处理方法 这个在科学上的研究 其实只有很多的 是的 这个佐证的 当然 因为他的这个部分 听起来的 常常会人家一听完 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怪力乱神 对不对 其实上就是 我这样讲 有很多大师开示 你是用量子转化的方法 没有原理上是这样 没有错 那当然我们讲 还是以实际上效果 有没有 这个东西 会比较 会比较 实际 你举个例子 我们听你最近做的量子 最近比如说 像我一个 有一个个案 他住在台南 然后他想要得到 他已经毕业 他从措施毕业后 大概半年都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 对 所以他就说 他就请我帮他做一些 他想得到一份工作 然后他希望说 把这个东西 希望这个工作距离 我家大概30分钟内 骑车都可以到 我可以在距离 30分钟的以内的距离 找到一个工作 对 找到一个工作 然后还要硕士加给 我能听到找不到 这样的东西 OK 那我帮他做处理以后 结果隔天 他就马上得到 一家公司的通知面试 面试 然后面试完了两个小时候 他就说要录取了 而且还有这些加急都有 有硕士加给 而且月薪是超过他的想象 他本身设定3万 结果是3万5 然后而且只需要 骑车10分钟的距离 就是心想事成的意思 而且超过超过 超过他当初的设定 对 这就还蛮有趣的一个 一个case 对 对他来讲 他当时他为什么会相信你 为什么会相信我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每个个案 就是因为我在网路上有 我在我的脸书上 会发布很多的文章 那就是我通常是觉得 你看了你觉得OK就来找我 那不OK也没关系 那你帮他做的时候 他有他要需要配合什么吗 没有都不用 他不要 不用因为是远距处理 就是我自己特定的时间 我就帮他做一做就好了 就这样 他 你帮他做一做 我帮他就做这个能量上的释放 释放 可以这样解释 对 你从远距的地方 你知道台北帮一个台南的人做了这件事情 他就做了 然后他就隔天隔天他就发生了 对 当然不是每个case都一定这么快速 就是说这是一个 对 速度让我压抑到 你也自己也压抑到 对对 没有很多时候我都经常压抑到说 可以这样子发生 然后就觉得 就在能量的世界里面 其实存满了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 对对 这个超级有趣的 超级有趣的 你知道以前有本书叫秘密 对对对 秘密也在讲这件事情 对秘密就讲吸引力法则 对那只是说 我把他 我把他当成是一个 量子发生 我把他变成是一个 更强效版的吸引力法则 因为他可以 目的是在于说 我只要能够快速释放掉 不要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可以快速得到 我想要的东西 就一带一帆的 把他 把旁边的这些障碍物都排除掉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对 那你要 你要需要 我很好奇说 你需要 你要做什么吗 焚香 沐浴 完全不用 这种太复杂东西 我不喜欢 我是个懒人 所以你只需要 用你的意志 意念去下一个东西 对我会捕捉到 对方的当下负面情绪 是什么样子 跟他有多严重 那我就可以 知道怎么去 把他消除掉 是这样子 对大概是这样的 那如果当面见到 也可以做 就完全无所谓 见到 当面见到跟远去 都是对我来说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对 这倒是一个 非常新的一个 一个做法 是 好 我们今天 给是提供大家 做一个参考 因为在能量学的 这个里面 情绪排毒 我们今天说了 情绪是一个 很麻烦的事情 怎么来就要怎么去 对不对 你可能不是喝酒 借酒交召 可以处理掉 他在那个能量的层级上 用能量方式处理 效果会最好 最好 对 好 不开心 当然会生病 这本书 来自于 王永宪博士的 一个著作 那我们今天 谢谢王博士 谢谢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OK 谢谢 谢谢王博士 谢谢 拜拜 拜拜